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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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在家庭方面 家中有人生病时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经济发生困难时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与亲友发生误会时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在团体方面 使我们国家的领袖 谋求人民的福利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使工作工人得到合理的待遇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努力效法耶稣的博爱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在其他方面 愿圣神赐给教宗方几个智慧及力量 以领导教会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愿圣神引导青年人选择正确的道路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务使我们应骄傲而藐视天主与教会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以王的亲友 永远分享基督的光荣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请翻到册子第十四页 我们复活期的导词 使我们和你一起因耶稣复活而喜乐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深信耶稣复活且与我们同在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现在让我们大家静默片刻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意向祈祷 请众同道 上主我们求你借圣母玛利亚之转求 抚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在这儿我和大家分享三封我们在这个星期 所收到的感恩信件 亲爱的永远圣母 我深感抱歉 竟然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写了这封信 不久前我遇到了车祸 碰撞虽然严重 我们夫妇竟然没有受伤 当车祸发生时 我太太发出惊叫 而我却陷入了惊慌和惧怕中 我的脚踩着加油器 而车子却左右摆动 突然 我听到了两次甜蜜的妇女声音 叫我踩刹车机 我立刻就照做了 如此避免了鱼迎面而来的车子撞上 情况惊险万分 母亲 感谢您的提醒 让我及时踩刹车器 我知道是您 因为我是您中性的信徒 谢谢您 亲爱的母亲 亲爱的永远圣母 不久以前 我三个孩子被诊断 患上了罕见的渔传病 它影响了他们的骨骼 眼睛 心脏 以及其他的器官 并且威胁到性命 这潜在的伤害是不能复修的 所以孩子们必须为此挣扎一事 虽然有了这些诊断 我却希望能学习 先知的精神 在痛苦和困难中 光荣天主 谢谢您 亲爱的母亲 赐给我们因你的带导 而获得天主的恩宠 虽然我们受苦 天主却赐给了我们能力 来应付昂贵的医疗费用 致使他们延长病情 并提升他们的生活情趣 这种情形帮助我们珍惜 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每一天 母亲 谢谢您的帮助 最后一封 亲爱的母亲玛利亚 通过您的带导 我最近获得了一份好的工作 以目前的情势 我必须在家中开始我的新工作 借着天主的恩宠 一切都非常顺利 我的善心 及肯帮忙的同事们 替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我非常感恩 借着新的工作 我不但可以学以自用 也可以因此多帮助家用 我感谢您母亲 在我事业时 给予我机会更接近天主 回想时 我在所有的事情里 看见了天主的手 他赐给了我许多的恩宠 感谢您母亲 所赐予的无限帮助和带导 这是我们这星期 所收到的一些感恩信件 可能我在这边 可以呼吁大家 花一点安静的时间 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在这个星期 有什么东西 可以感谢天主 感谢圣母的带导 让我们大家继续 我们翻到册子第十五页 我们一起念 敬礼经文 永元圣母 仁慈的母亲 我们前来投靠你 因为人人都知道 你是罪人的脱靠和希望 求你也做 我们的脱靠和希望 为了伸展基督的爱 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 伸展您救援的手 我们曾多次犯罪 但是现在知道 若投靠你 就会克胜罪过 所以 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 我们必来呼求你 圣玛利亚 请救援我 使我不再远离天主 现在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 念圣母经一遍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颂 同他一起赞美 并感谢天主 我的灵魂 送扬天主 我的心神 应救世的天主 而愉快 因为天主 垂念 避你的威贱 今后万事的人 称我是幸福的 因为全能的天主 在我的身上 完成了奇迹 他的名 是自胜的 天主 对敬畏 他的人 永远是仁慈的 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 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 天主从高位上 推下有权势的 举扬其那 微小悲贱的 天主使饥饿的人 得到富足 叫一向富足的人 空手回去 天主不忘 他的仁慈 照管了他的溥义 依赖耳鸣 如同从前 对我们的祖先 亚巴朗 和他的后衣 所许过的 玛利亚 你是基督的母亲 您也是我们的母亲 请众同道 天主 我们全心感谢你 赏赐玛利亚 做我们的母亲 她仁慈 和爱 了解 及关怀我们 我们再次 向你致谢 阿们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复活期的尾端 明天呢 我们教会 就会庆祝圣神降临节 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说 甚至教会的教导都会说 圣神降临节呢 就是教会的生日 为什么呢 在《中途大师录》第二章里面呢 就有记载了 五旬节日一到 众人都聚集一处 忽然 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 好像暴风刮来 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 有些散开好像火的石头 停留在他们美人头上 众人都充满了圣神 找圣神赐给他们的话 说起外方话来 其实这个体验呢 当时的门徒们呢 就都充满了圣神 也因此了 他们有了勇气 借着圣神给他们的力量 他们开始走出去 把基督的奥基 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永生呢 传到世界各地 也因此呢 这个整个体验呢 我们就说是教会的诞生 可是呢 可能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们 我们大家可能会问一下 对我们每次都听到 我们每次都会 也听到神父说圣神圣神 可是圣神到底是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 也是听到很多 在药理里面 神父用不一样的方式来 跟我们解释 圣神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们要了解圣神呢 可以用这个稍微比较简化的 神学理解的方式 来了解圣神 很简单的方式来说 圣神呢 就是天父的爱 和圣子耶稣的爱 所形成出来的一个 爱的实体 再一次 圣神是圣父天主的爱 和圣子耶稣的爱 所形成的一个 爱的实体 这就是表示说 圣神就是爱的气息 圣神就是爱的表现 圣神就是爱的关系 爱的实体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领受了圣神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领受了 天主圣山的爱 而因此呢 我们可以体验到 这个爱 所带出来的指引 这爱 所带出来的力量 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 我们也时不时 可以看到圣神的力量 那其实有一个 在福音里面 非常出名的一个章节 我们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 也就是天使报喜的 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圣神的力量 在当中呢 天使报喜 天使加比尔就对圣母说 圣神要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辟因你 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其实 借着这个天使加比尔的宣报呢 圣神呢 就已经把天主圣山的爱 侵入圣母玛利亚的怀里 而因此呢 这个爱的表示 天主圣神 天主圣山的圣子耶稣呢 也因此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所以其实 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 就是当我们领受圣神 我们就是在体验 天主圣山的爱 我们也因此呢 会和这个天主圣山 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因为这份爱呢 我们就充满了希望 我们充满力量 我们充满正能量 甚至呢 我们充满超乎人类 所可以达到的能力 其实这个圣神的力量 天主爱的关系呢 永远不可以是自私的 我们永远不可以 体验了天主的爱 体验了这个圣神的力量呢 我们把它收藏 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就自己独立的 自己在益处呢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体验 正如圣神充满着门徒 使他们走出去 开始了教会的诞成 我们在领受圣神之后 也需要走出去 使这个教会继续的成长 其实今年呢 我们体验这个圣神降临节 真的是非常的有象征性 在我们庆祝了 圣神降临节之后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新加坡 阻断措施放缓的时间 其实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踏出去 所以可能我们要反省一下 这段时间我们在反省着 基督的爱 我们现在领受了圣神 我们领受了天主圣神的爱 我们是否能够真的踏出去 把基督带到我们的社会里 我们现在呢 其实就是应该行动表示的时候 所以可能我在这边要呼吁大家 我们这个时候 很关键 很重要 很关节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可以体验圣神 如何让我们身边的人 体验到天主圣山的爱 让我们真正的 借着圣神的力量 出去分享爱 让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 成为圣神的好伙伴 成为圣神的助手 我们继续把天主爱的喜讯 分享出去 现在让我们大家继续 我们翻到册子第十八页 我们一起念 向圣母诵 自人自词 童真玛利亚请记忆 凡人求你保护 求你救援 求你转达 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 虚童真至圣童真者 我的母亲 我怀着这种依慈的心 投奔于你 我虽有罪 但现在忏悔 又来到你台前 虚圣子降生之母 别拒绝我的要求 但请你仁慈的 俯听我们 阿们 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念 为病人的祈祷 我们也特别祈求 圣母玛利亚为现在 尤其是受这个新冠病毒 所影响的病人祈祷 主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 请俯听我们为病人的祈祷 赏赐他们能效法你 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 如果是你的旨意 求赐他们痊愈 使他们永不忘记 你关心他们 阿们 现在我们一起念 这个为新冠病毒 所做的这个祈祷文 一切 永远圣母 我们满怀信心 求你来到你的圣像前 恳求你的带导 母亲 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下 看着你痛苦的圣子 你必定心如刀割 如今 他从十字中复活 战胜了邪恶势力 你是多么的欢欣喜悦 痛苦之母 在这患难的时日里 请你为我们祈祷 帮助我们 绝不灰心上子 请你 为因冠状病毒 而受苦的子女带导 安慰脆弱和焦虑的子女 保护那些奋不顾身的 医护工作人员 启发我们的领导人 做出正确的决定 改变我们的心态 使我们负责任地去行动 教导我们 信赖天主的爱和慈悲 分享你 因勇于面对所有的生活挑战 而获得的喜乐 阿们 现在让我们稍微静默片刻 我们为我们现在的状况祈祷 我们为我们的家人 朋友和所有的人祈祷 好 让我们现在特别祈求上主 继续地给我们大家降福 愿主云门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也在这边特别祝大家 圣神降临节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